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节课我在章节介绍里边讲了一下本章我们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既然我们要把各种技术整合到SSA式项目里边 那么首先就需要创建出Spring Boot项目 Edeal工具为我们提供了创建Spring Boot项目的图形界面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创建出加挖项目 好了,下面我就切换到思维导图上面 咱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这节课咱们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咱们这节课要完成的核心任务就是去创建Spring Boot项目 那么Edeal工具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图形化界面 我们利用图形化界面就可以创建出Spring Boot项目了 因为Spring Boot项目是用Maven技术来构建的 所以我们在创建项目的过程中是需要填写好Maven信息的 比如说我们的组织名是什么,项目名是什么,这些信息都要填写好 那么在创建Spring Boot项目的过程中 我们还要去勾选我们使用的依赖库 在这儿我把这个依赖库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图形界面里边给我们提供的依赖库 我们可以选择如下这10个依赖库 当然了,这10个依赖库具体是用来做什么的 一会儿我切换到手册上面跟各位同学详细的说明 因为在手册里面我列出来了一个表格 那么每一种这个依赖库它的作用是什么 在表格里边写的都很清楚 所以一会儿切换到表格里边 我给各位同学详细说明一下 当然了,不是说我们的Spring Boot项目就依赖这10个依赖库 那么将来我们还要往这个Spring Boot项目里边添加更多的依赖库 只不过Idear为我们提供的图形界面里边 我们需要勾选的依赖库就是这10个 等将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添加什么样的依赖库 将来直接去修改pom.xml文件就行了 好了,我把这个依赖库的节点给折叠起来 那么我们把这个Spring Boot项目创建出来以后 接下来我们是要去到配置文件里边添加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们这个Spring Boot项目 是要做成一个Web项目 那么我们就需要添写一下汤姆凯特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这个汤姆凯特用到的县程数量是多少啊 还有呢就是汤姆凯特的端口号是多少啊 等等等等吧 那么相关的汤姆凯特信息 我们可以到配置文件里面定一下 因为上一张我们已经安装好了MySQL 并且导入了各种数据表 所以我们把Spring Boot项目创建出来以后 就可以去定义数据库连接信息了 那么接下来呢还要去配置一下Redis数据源 以及MongoDB数据源 无论是Redis还是MongoDB 在上一张我们都已经安装成功了对吧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到配置文件当中啊 去定义数据源了 好了各位同学 这些呢就是咱们这节课要完成的任务 任务量呢还是很大的 好了下面呢我就切换到手册上面 把具体的步骤跟各位同学详细的说明一下 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手册 本集视频对应的是手册里边第二章第一小节 既然说我们要去创建Spring Boot项目 在这个手册里边我已经把创建项目的关键步骤给列出来了 那么我们在去创建项目的时候 首先要选择这个选项 至于说JDK的版本呢 各位同学你就使用最新的就行了 没什么特殊的要求 比如说我本地的最新的JDK版本呢是14 它已经识别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是要填写一下 这个项目的麦文信息 那么比如说呢咱们这个组织名 各位同学看好是come.example 这个我就不改了 接下来呢就是咱们项目的ID 那么我给这个项目呢 取成是这个ID的名字 当然了这个项目ID的这个名字 跟咱们项目的名字是相同的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识别这个开发语言是Java的 将来在打包部署的时候 选择的是打成这文件 因为有同学呢将来在打包的时候啊 出现了WAR文件 然后就来问我说 老师这个项目打包为什么出来WAR文件 没有这文件呢 就是你在创建麦文项目的时候 这个位置没有选成是打包成这文件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识别的Java版本 这块识别成了Java11 这个也可以啊 这个我就不改了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咱们这个项目的名字 项目的描述呢那你愿意写什么就无所谓了 接下来呢就是咱们这个包的路径 包的路径呢在这儿我把这个emows后面啊添加了一个微信 那么各位同学 以上的这些呢就是我们要添写的这个Maven项目的信息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图形界面里边需要我们勾选的依赖库有什么 一共是有10个依赖库的 比如说呢这个依赖库啊是用来做热部署的一个插件 那么LoneBalk这个插件就不用我说了 咱们用的很多了对吧 因为我们要构建的Spring Boot项目里边要包含SpringVC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勾选SpringWeb 因为我们将来是要连接Mysicle数据库嘛 所以咱们要依赖于Mysicle数据库的GDBC驱动 那么因为要使用这个Mysicle框架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框架呢给勾选一下 那么因为将来我们是要连接Redis 所以在这儿呢要勾选一下SpringDataRedis 那么连接MongoDB 在这儿呢我们把MongoDB的这个插件呢给勾选一下 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项目用上了消息对列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把消息对列的插件啊给勾选一下 再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项目将来还会发送邮件 这些通知邮件是靠什么发送出去的呢 就是靠JavaMailSender这样的技术来发送的 那么另外呢咱们这个项目还需要有定时器的功能 因此说呢我们需要把这个Course插件呢给勾选一下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在图形线面里边勾选的十个插件了 那么再往下呢我们看一下 在创建项目的时候 那么咱们这个项目是创建到什么样的路径下面 你可以自己去指定一下 然后点击Finish 这样子呢项目就会创建出来的 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创建之后呢 这个Mava它会下载一些这个依赖库文件 所以呢各位同学稍等片刻 这个项目就构建好了 构建好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Spring Boot配置文件给修改一下 因为这个配置文件默认的这个后续名是.properties 那么这个properties文件里边写的配置信息啊不够立体 所以呢很多人都喜欢用YML这种文件格式 因此说呢我们把配置文件的后续名从.properties改成.yml就行了 好了各位同学 下面呢咱们就去把项目给创建一下吧 我现在启动了ID工具 那么接下来咱们选择创建新的工程 那么在创建工程的时候 在左侧菜单我们选择这个选项 然后呢点击Next 那么在联网加载图形化的界面 各位同学呢稍等一会儿 图形化界面的内容已经加载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儿呢咱们的这个组织名啊是不需要改的 接下来呢这个项目ID啊是需要做一下修改的 比如说这个ID改成叫做emoth横线微信横线API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项目名呢随之也修改了 再往下呢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我需要把这个包名啊给修正一下 比如说呢在这儿是加一个点 然后呢是微信 后面API我是给拿掉的 好了同学们 那么接下来我是点击一下Next 接下来呢咱们去勾选一下依赖库 比如说在这儿呢勾选这个依赖库 还有是这个依赖库 那么再往下呢Web里边我们勾选一下Supreme Web 那么其他的这个依赖库呢 咱们可以先不勾选 接下来呢咱们去看一下 在这儿呢这个引擎的一些依赖库呢 咱们也不需要去勾选 还有呢这个Security 这里边呢也不需要勾选 因为我们用的是锡罗而不是用的是这个Supreme Security 所以呢在这儿呢这个界面里面东西我们就不勾选了 然后切换到Secure上 我们去找一下这个MySecure的GDPC驱动 在这儿有这个MySecureDriver 不是上面的这个微软的这个SecureServer驱动啊 一定是要勾选MySecureDriver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去找一下这个MyBetis的这个框架 好了勾选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NoSQL数据库的一些依赖 比如说呢勾选一下MongoDB 还有呢是这个Redis 然后呢接下来咱们去勾选一下消息对列的这个依赖 在这儿呢把这个依赖库啊给勾选一下 那么再往下呢我们看一下 下方呢还有这个IO 在IO里边呢我们去勾选一下JavaMailSender 然后呢咱们接下来往下看 还有这个Course定时器的这个依赖库 咱们也勾选一下 好了各位同学 10个依赖库呢咱们已经勾选完了 接下来我们去点击Next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咱们项目的名字 还有呢就是项目存放的路径 这个没有什么可修改的 接下来我就是点击Finish 好了同学们 现在呢MailOne已经开始帮我构建这个工程了 那么同学们耐心等待一下 一会儿呢这个Java项目就构建完了 各位同学 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构建完了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构建出来的 Spring Boot项目 这个Spring Boot项目构建完以后呢 同学们 咱们找一下其中的配置文件 我们打开SRC 然后找到Main 找到其中的这个Resources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叫做 Application.Properties 在这儿呢我把这个文件的后缀名给修改一下 怎么去修改文件名呢 各位同学按一下Shift F6 好了 现在呢就弹出界面 我们就可以给这个文件名啊 做一下修改 后缀名呢我改成是Y名 好了 那么按一下回车 现在呢这个配置文件的名字呢就改好了 好了各位同学 你把这个Spring Boot项目给创建一下吧 刚才我们已经把Spring Boot项目给创建出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在配置文件里边添加很多的内容 比如说呢汤姆凯特的这个配置信息怎么写呢 同学们请看下面的这个代码 那比如说呢我要配置汤姆凯特的信息有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字符集 接下来呢就是现成的这个数量 最大的现成数呢是200 最小的现成数呢是30 还有呢就是超时的这个时间是5秒钟 那么端口号呢是8080 当前的这个Spring Boot项目部署在汤姆凯特里边的时候 部署的路径是什么 那么各位同学需要注意一下 这些配置信息啊 他们是有这个缩进的 这个缩进你可千万不要忽略了 因为这个缩进如果你写的不对或者忽略掉的话 那么咱们这个配置信息啊就是无效的 因为在YML文件里边体现这些信息的这个嵌套是靠缩略来实现的 所以呢它的这个缩略的空格 各位同学可千万不要去给省略掉 好了同学们 你把这一段配置信息呢复制一下 咱们去粘贴到配置文件里边 各位同学我们打开YML文件 然后呢把刚才复制的内容啊给粘贴上去 那么我刚才说过就是咱们为了体现这种牵套关系 那么这个空格可千万不能去掉 好了同学们 你把这个配置信息给粘贴过来吧 刚才我们定义好了汤姆凯特的配置信息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去配置一下MySQL数据源 毕竟呢咱们这个Spring Boot项目是需要连接MySQL的 因此呢需要用到数据源 那么我在配置数据源的时候 给这个数据源呢添加了阿里巴巴的数据库连接池 各位同学可以看好 这块呢我加上了连接池 那么刚才我们创建Spring Boot项目的时候 在图形界面里边并没有给我们提供 然后再有呢就是数据库连接信息了 我连接的是本地的这个3306端口的MySQL 连接的逻辑库呢是一MOS 后面呢就是加上了一大堆的参数 比如说字符集啊 比如说咱们的时区啊等等等等吧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数据库连接池的这个连接数量 那么我们配置这个连接数量的时候 一般呢是我们CPU内核的1到2倍 比如说我是8核的CPU 那么我这个连接池的初始的连接数量 包括最小的连接数量 我都设置成8就行了 最大的连接数量我设置成16 那么在创建连接的时候 最大的等待的这个时间是多少毫秒 那么我们这个连接在空闲的时候 是不是要被咱们连接池检测一下 连接是否有效呢 在这我就设置成处了 好了同学们 你把这一组配置信息给复制一下 我们去粘贴到配置文件里边 我现在切回到配置文件了 我把刚才复制的数据员配置信息给粘贴过来 好了各位同学看好 这个Spring是顶格写的 前面没有任何的空格 那么你粘贴过来的这个内容 各位同学也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Spring前面可千万不要有空格 包括这个嵌套的关系 各位同学看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使用了数据库连接池嘛 在这儿呢 这个文字出现了红色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并没有导入这个依赖库 因此说呢 我们需要去修改一下 pom.xml文件 那么怎么去写这个文件呢 各位同学 我切换到手册上 我们需要在pom.xml文件里边 加的内容 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个dependency标签 那么你把这个标签加进去以后 让这个Mavin呢 重新reload一下 那么这个依赖库啊 就会下载下来 好了各位同学 你把这个dependency标签复制一下 我们去改一下pom.xml文件 各位同学 你到项目中啊 找到这个pom.xml文件 把这个文件打开以后呢 咱们去找一下其中的dependency标签 那么这里边有很多的dependency标签 我就去找一下最后的一个dependency标签 好了 找到这个标签以后啊 我把我自己的dependency标签呢 添加到这个标签的结尾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呢 阿里巴巴的依赖库呢 就添加上去了 那么下面应该让Mavin呢 去下载这个依赖库 怎么去做呢 我们鼠标点击右键 然后呢 去找一下Mavin 在这儿有这个Mavin 然后我们选择reloadproject 点击这个选项 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进度条走完 就代表说呢 咱们的这个依赖库已经下载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如何去配置Redis数据源和MongoDB数据源 那么之前呢 我们已经是在Sprint下方呢 去配置了MySQL数据源的信息 我们要添加的Redis数据源呢 是承接这个MySQL数据源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Redis数据源的内容呢 使用的是0号这个逻辑库 连接本地的Redis 那么Redis端口是6379 访问密码呢 是ABC123456 接下来呢 就是设置了一个Redis的数据源连接池 那么这个连接池的信息 我们看一下 连接池的这个连接的最大的上限 是1000个连接 包括最大的空险连接数 还有最小的空险连接数 以及连接等待的超时时间是什么 那么这些数据呢 各位同学你可以复制一下 就是复制这部分就行了 那么不需要复制上面的Sprint 就是把这个Redis数据源的信息给复制一下 一会儿呢 咱们去粘贴 我们看一下 要配置的MongoDB数据源 也是要承接上面配置好的数据源 这个Data呢 配置的就是MongoDB的数据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数据源的信息 那么我们连接的是本地的这个MongoDB 端口号呢 是27017 逻辑库呢 是一MOS 登录时候认证的这个逻辑库叫做Admin 然后呢 咱们用户名叫做Admin 密码呢 叫做ABC123456 好了 各位同学 别忘了 你是要把这部分的数据源的信息呢 也要复制下来 好了同学们 咱们把这些数据源的信息给做一下粘贴吧 我现在呢 回到了YML配置文件上了 那么各位同学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之前我们配置的MySQL数据源 那么承接这个数据源的配置 各位同学请看 我把Redis的数据源的配置内容给粘贴过来了 注意这个Redis呢 它不是顶格写的 这个Redis数据源呢 是嵌套在这个SpringPage里边的 这一点各位同学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Redis数据源里边的参数 我都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 对吧 这个就不说了 那么有同学可能说 老师你不是说 这个数据源这个连接的这个数量 应该是这个CPU内核的一到两倍吗 那么我是八核的CPU 这块为什么这个连接数设置成是1000了呢 在这我解释一下 因为Redis呢 它是一种内存的数据库 那么读写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根本用不着像配置MySQL数据源那样 去设置很保守的这个数据的连接数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承接Redis数据源 我把这个MongoDB的数据源呢 给粘贴过来了 好了各位同学 你把这两个数据源呢 给粘贴过来 然后呢 你要把MySQL数据库 Redis数据库 还有MongoDB数据库 给启动一下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要把这个SpringBoot项目启动了 那么启动之后呢 咱们这个SpringBoot就会连接MySQL啊 Redis啊 包括MongoDB 那么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控制台输出的信息有没有报错 如果没有报错的话 就说明呢 咱们已经连接上这三种数据库了 我本地已经把这三种数据库呢 启动起来了 接下来呢 我就把当前的这个SpringBoot项目启动一下 那么同学们咱们去找一下主类吧 主类呢 在这个Java的包里边 咱们来看一下 去找一下 这个呢 就是主类 这个主类的名字叫做EmouseVicAPI Application 好了 我把这个主类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 其中呢 是包含了一个主方法 那么我把这个主方法运行起来 也就意味着SpringBoot项目呢 启动起来了 咱们看一下控制台输出的结果吧 各位同学咱们稍等片刻 现在呢 这个SpringBoot项目已经启动成功了 去看这个控制台输出的结果呢 好像没有任何的错误信息 对吧 因此说呢 就证明咱们这个SpringBoot项目 配置的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看一下 最后这句话告诉我呢 这个SpringBoot项目已经成功的启动了 好了 各位同学 那么这节课咱们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把SpringBoot项目给创电出来 并且呢 配置好了数据源 同学们 你把自己的SpringBoot项目给启动一下吧 看一看你的项目配置的有没有问题 你把自己的SpringBoot项目给启动一下吧 你把自己的SpringBoot项目给启动一下吧